大家好,我是瓶瓶 Priscilla 如果想要过快乐健康的生活 那我们该吃什么来保养自己的身体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超快速的五种优格或酸奶的吃法 可别觉得优格或酸奶是个太简单的食物哦 因为它不管是直接吃或者是搭配其他的食材 都能够让你吃出一份好健康呢 那就让我们通过轻松的烹饪和优美的钢琴音乐 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最快速的调整和喜乐 每次当我在旅游的时候 徘徊在机场的各式各样的饮食店当中 想要找一份健康好吃 而且能够在旅途当中补充一些维他命C和重要的营养素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 我还是乖乖地买一杯综合水果古物脆的优格杯吧 而且每一次都得付个七八块美金才能够吃到一杯优格杯 如果不是在机场的话 随便在自己家里咬一些希腊优格或原味优格 立马就能够做出一杯丰盛而且花样百出的优格杯呢 而且还超便宜呢 要享受一杯好吃的优格杯 事实上是没有任何食谱的 你只要加入自己喜欢的季节水果 古物麦片 还有自己喜爱的坚果类 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简单的早餐 点心 而且也是不易发胖 又会让你有饱足感的一个侵蚀呢 如果你从来没试过 那我就要鼓励你家里备一份希腊优格 或者是原味优格 所以你随时都会有材料 来做出一份超好吃又健康的好点心哦 我感觉这优格杯非常的好吃 而且吃起来完全没有罪恶感呢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无辣不欢 而对我这个爱喝咖啡的人 任何适当的食材再加上咖啡的话 那对我来说就是锦上添花了 这份咖啡优格杯 里面有着有机的葡萄干 还有我爱吃的核桃和覆盆子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只要五样简单的食材 就已经让我吃到了一份满足与幸福感 顿时间也让我觉得最好的下午茶点心 就在家里 而且可以这么简单的做 说到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baby spinach 它就是嫩菠菜 它的质地非常的嫩 然而菠菜的味道稍微淡一些 所以常常用来作为沙拉或者是凉拌之用 我今天就把菠菜烫了30秒钟左右 就把它拿起来瀝干水分 就加上了一些草莓优格 哇哦 我是吃了一口 味道比我想象的还好吃呢 真的是太高兴了 因为同样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就可以同时享用两样非常健康 又营养的食材 真的是一食二鸟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呢 在忙碌的生活中 如果想要随意地享受一些开胃小点 就可以利用这第四种简单吃优格的方法 那就是利用海盐脆饼干 或者是小面包 上面涂上自己喜欢的优格 再加上一些天然的水果 比如说草莓、黑莓、覆盆子等等 就可以立马享受这份超级简单 但一点都不随便的好点心 其实只要有一些创意 在家里随便拿几样小东西 就能够轻松地变出很多新鲜的吃法 有时候真的应该在家 多多享受一下美味时光 最后一道又个小点 那就是跟水煮蛋搭配着吃 可别太吃惊哦 因为我吃了以后 我真的觉得蛋跟优格还真搭呢 你不相信的话 不妨试试看吧 优格富含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 常吃它对健康有益 有了健康的身体 就可以过上一份平安快乐的生活 祝福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